因為小孩子在成長過程中 有一段時間就是一兩歲 可能開始學講話會不清楚 我們講說 臭你 大家很可愛 很可愛 可是有些家長會擔心說 這個過程到底要多久 或者是什麼東西我應該注意 什麼東西我不應該做 因為什麼要跟大家提點 在發展當中會有一些語言上面 讓爸爸媽媽有點擔心 第一個是 但是我們購音隱藏定義 通常是四五歲以後 在那之前有一些 譬如說三歲之前 他不會發歌科科的音是正常的 這個講一些替代的音 都沒有關係 四歲之前GCC不會講是正常 五歲之前這些捲舌音 GCCC不會講是正常的 總而言之呢 我們最好就是 慢慢地傾聽跟等待 譬如說你絕對不要 你慢慢說來 我等你 然後沉默很久 那小孩就已經很慌了 對... 所以我們就是盡量就是 輕描淡寫 譬如說他今天講不出什麼話 那你就稍微的幫他帶過去 你說那個蘋果 對 那個蘋果怎麼樣... 他後面就順了嘛 確認你聽得懂就可以了 譬如說他說 我剛剛看他一隻滴嘟 你知道是蜘蛛 我就蜘蛛喔 在哪裡 你就不用說來 跟我說一遍 蜘蛛... 這樣小孩就壓力很大 因為你既然聽懂了 我也講清楚了 那對他來講 這個只是個發展的過程 也許明年他的捲食音就出來了 那什麼樣的狀況要趕快要找醫生 就是說如果剛才講的 這個時間拖得比較久 超過四歲以後 都還在才會 還會一直常常結巴 超過五歲 很多連捲食音都講不出來 你就趕快要找醫生 來做一個評估 我們可能會轉接到 語言的復健師 來幫他做進一步的 這個訓練跟治療 了解 能治療